大家好,我是来自斯特沃克的软件工程师,我叫孙凯超 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题目是理解函数式编程中的Monad 在开始我今天的分享之前,我想问一下大家有多少人在之前了解过函数式编程 请举一下手 好,谢谢 好,今天我们分享的内容是包含这几个方面,然后一步一步的从比较函数编程和面向最项目编程 两种方式引出我们的纯函数,进一步介绍带出数据类型,然后最终引出我们今天主题mona 然后mona这个词呢,我并没有一个很好的翻译,非常抱歉,然后到最后我给大家一个我个人理解的,通过我学习一些资料理解的一个定义 经过这许多年的发展,面向最项编程范式基本上已经成为现在主流的大型文件系统的一个主流的编程模式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它也一点点积累了许多问题 这些问题包含大量的使用了可变的变量和对象实力 因为采用了大量的可变的对象,所以它很难被推断,也很难测试 不利于并行计算 如果大家使用Java使用的比较多的话,肯定遇到过一些EU系统 它一个class里面有成千上百行的代码,可能一半都是getter和setter方法 在出现这些问题的时候呢,有一些人就想到,那我们来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 然后大家发现一个已经存在很长时间的,但是非常有效的能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就是函数式编程,以前的它仅仅的存在于学术领域 然后近些年逐步的走向大型软件开发系统的开发领域 函数式编程有这些好处,它大量的使用了不可变的变量 更容易被推断,更容易被测试 更容易变形计算,如果大家使用过Spark的话 它本身就是用Scala这样一个面向函数式编程的语言来编写的 然后也会有,对我们开发而言,它也可以写更少的代码完成更强大功能 说了这么多,函数式编程的好处 那么它有什么不好的地方呢 在我们团队中,因为我们现在后端开发基本上都是函数式编程 然后采用的开发语言是Scala 然后我们在这之中发现了一些问题 然后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的team的新成员加入到团队 并且参与到开发过程中的时候 会发现函数式编程很难上手,很难理解 如果一个同样的同样功能的系统 但是用面向对象的语言来开发的话 它可能在一周或者两周之后就可以写一些简单功能 但是在用函数式编程的编程翻试的时候 它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学习才能达到上手 甚至能够take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 另外一个我觉得不太好的地方是 由于它在软件工程领域的实施的时间并没有那么长 大家对韩式编程的理解是有一些偏差的 也没有一些出家时间来引导我们怎么去写一个 符合韩式编程的一个最佳实践 这样的话就会发现在时间长的时候有代码库就会变得各种各样 然后引入了一些比较难理解的一些第三方库 然后使得维护和可读性都在降低 当我们谈论韩式编程的时候 我们首先要谈论的是 纯函数 函数式编程大量的采用了不可辨理的变量和纯函数 那么什么是同函数呢 它的第一个要求就是同样的输入会产生同样的同样的输出 也就是说你的一个函数的输出 只依赖于它的输入 第二点是 你所定义的函数应该只 应该只依赖于你的输出来 改变你整个程序的行为 而不是依赖于其他一些操作 比如说比如说打印发送tcp请求等等 这里列出了两个代码片段 分别列举了纯函数和非纯函数的一个写法 第一个是不是简单的加操作 第一个是一个纯函数 它拿到两个整数变量 然后计算结果毕竟返回 第二个是一个非纯函数 它拿到两个整数变量 计算结果打印 打印结果的内容 然后再返回 第二个函数的话 它没为了我们你的输出只能依赖于你的你的函数 只能依赖于你的输出来改变你程序的行为 但是其实它是通过打印了一行内容来改变我们程序的行为了 从函数的另外一个定义的话 它是叫做引用透明 也就是任何在用到你表达式调用的地方都可以用表达式计算结果来替代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调用add这个函数 add1和2 然后我可以直接用三来替换 这个add1和2这个函数的调用过程 但是如果下面这个Fiction函数的话 我们就是add and print1和2 你不可以直接用三来替换 因为它还会引试的打印行内容在我们的客户端上 如果我们只依赖于 如果我们不和外部世界进行交互 仅仅依赖于输出结果的话 那我们这个程序是不是就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 比如说它不读取文件 它不将它的计算结果输出到文件 它不跟第三方的API或者数据库进行操作的话 那么这个程序有什么意义呢 首先呢我们是肯定是要跟第三方或者数据库 或者文件系统进行打交道的 但是这些操作我们通常都会放在我们程序的边缘 然后也叫做end word 然后在scala里面的话 我们会把这些操作放在man函数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就会引入一些高级的书类型 比如说option user和io 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在这里我们举了一个例子 是我们将println这个操作 包在一个io的一个数据类型里面 这个时候我们拿到了我们program 这个program它其实只是一个io所包含的一个代码块 它并没有真正的去执行 当我们在执行ansip run sync的时候 它才会真正的去执行io代码块里面的内容 它会打印这个结果 这样就会如果我们有一个函数 它的返回结果是一个io的话 它就会保证我们在这个函数调用的过程中 它并不会去真的有什么io操作 不会有什么输入操作 然后只有在我们在man函数里面 我们会去run所有的函数所产生的io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的除法函数 当它的被除处是0的时候 我们会返回一个lapse去 当它的被除处不是0的时候 我们会改一个lapse 这里我们用了easer screen double 它是一个可以有两种类型 值的类型 如果是正确的情况下 我们会返回一个right类型 它right类型里面包含的是 我们真正的计算结果是一个double 如果是你有什么异常 你希望抛出去的话 我们通常是不希望 我们在汉务市变成里面 我们不希望throw accept 因为它也是一个非纯的操作 这样的话我们会返回一个left值 然后left值是你所要抛出的信息 然后我们讲了option 我们讲easerio 然后这些高级数据类型 那么怎么能更方便的 我们去理解这些概念呢 通常有人会把它定义成一个盒子 这个盒子里面可以包含一些基础数据类型 比如说我们举的第二个例子里面是easer这个盒子 它可以包含两种情况 一种是左直一种是右直 左直的话它的类型是一个 left string 如果是右直的话就是一个right double 然后在categorycategory里面 它的话它叫做代数数据类型 通常会有一些代数也就是说它可以是和或者是成 我不会去过多的介绍这个代数数据类型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索一些资料 我们的程序如果是由一个个比较小的计算单元来组成的话 这些计算单元被封装在函数里面 那么我们的程序想发挥它更大作用的话 它就需要将这些函数进行组合 如果这个函数是返回简单的类型 比如这个例子里面我有一个函数是length 它会返回一个字符串的长度 然后我们又定义了一个is even这个函数 它可以返回整数是不是偶数 然后我们首先计算我们的输入的长度 然后计算这个长度是不是一个偶数 我们可以直接串型的调用 就可以蛮多的需要 但是如果说它的我们函数所定义的是一个高阶数据类型的 比如说是option 我们有一个guide user这个函数 它输入是一个id 然后可以拿回拿到一个option user 因为你的一个用户在你数据户里面存储的话 是可能有也可能没有的 我们之后定义了另外一个函数是guide house 他接收一个user返回一个option house 然后我接着呢 我们首先拿到id为1的user 但是因为guide user返回的是一个option的 所以当我们再去guide house的时候 我们并不能直接将option user传到 传到我们的guide house的函数里面 因为guide house是接收一个user 那我们怎样 我们又不希望在我们 我们又不希望修改我们guide house的签名 把它从一个user改成一个option user 然后在里面进行一些 判断它是none还是song 然后这里呢 我们就引出了我们的flatmap操作 首先我们guide user拿到option user 我们可以对option user进行flatmap 如果它是一个有值的话 也就是存在这个user的话 我们可以把user拿到 并且传递给下面的函数 比如这里是get house 如果它是一个空值的话 是none 那么我们就不做 不进行后面的计算 flatmap的 在scala里面的一个语法堂 是for comprehension 我们可以get user 然后拿到user 然后拿到user所定的house 如果这其中有一个是none的话 它会直接返回 不会进行后面的计算 然后我们来看一看option的 一个简单的实现 这里我们定义了一个trade 在scala里面是trade 但其实map到java里面的话 就是一个接口 我们定义了一个option的一个接口 然后我们它有两个子类 首先这个结果是支持一个范形参数 这个范形参数 可以是int stream 任意类型 任意基本类型 我们定义了一个子类 它的对象是not 计算计成字option nothing 接着我们定义了一个 另外一个类型是sum 它可以有一个 有一个t类型的一个值 它也是计成字option 然后我们需要对 我们要实现光达的时候 我们需要去定义一个flatmap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它其实就是一个flatmap操作 我们在trade的接口里面定义了一个flatmap实现 当这个实现的话 接收一个函数 函数是从一个A类型到一个option的B类型 我们首先判断它是不是not 如果它是not的话 直接返回一个not 如果它是有值的话 我们会调用这个函数返回一个 返回一个optionB类型 一个定义良好的mona的话 它应该要满足两个 两个规律吧 一个就是identity law 另外一个是associative law 结合律 这两个概念也是从category theory里面出来的 如果大家想理解我们一个两个mona的 为什么要满足两个law的话 需要自己再去深入看一下 因为我感觉可能讲不清楚吧 我们讲了一些基本的 讲了一下这个mona的一些定义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使用mona 那么还有哪些更深入的概念需要去了解的 如果大家真的在使用scala 或者使用其他函数是别的语言的时候 需要经常使用的 还有mona的transformer 所以mona和efimona 然后这里我并没有去详细的说明这几个的定义 以及它实现 这里有一篇博客 这个是我自己写的是变举了 这从perfunction一步一步到mona 以及到后面更高了一些更高 更高更深的吧 更深的一些数据卫星的使用的场景 好 我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没有人有什么问题 就是因为scala还有像加拉这样的 我们都会经常用力 就是我一直这个scala 就是以后的人它对比加拉切斤 就是有一个拉近回收的问题 因为scala由于它的不可变形 然后导致你如果对一根对象内部 然后一种改变 其实现在重新构造的对象 它相对加拉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它就会造成很多的垃圾 但它的底层其实掉的还是加拉的这边 那么就是说 它如果这个程序 如果和加拉 我用同样的加拉程序起来 那它们的垃圾回收 会对整个有心理 就会造成什么影响 然后包括它们可不可能会说 就是说它那个底层的垃圾回收算法 是不是会有一些 是不是应该说 有一套自己的更新的更好的 我基督的意思是scala方面 我觉得它一个性能方面就是说 我是存在一定的疑惑 第二个就是 我看就是那个上来没有讲这个 因为因为它是编程的话 它经常 或者你因为你对这个商业什么地方 但是它不可避免的 如果如果以外部的变量的话 像这个东西 引用其实有一些东西还是 就是有些处理方法都问一下这方面的经验 首先我想说一下是那个可便灭量这个问题 因为我到目前就是软件工程里 你发展你的服务器的那些内存呀 或者你对战的大小 其实已经不是一个限制我们应用拓展的一个问题 更多的是我们代码层面的一个可读性 维护性 可扩展性 以及可测试性 所以scala里面用了大量的不可变变量 这样会导致你同样的代码在渣渣里面 可能是用到更少的堆 或者内存的容量 但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主要问题 scala的话据我了解 因为我对scala跟jvm的底层的转换我也不是很清楚 但是它也是基于这些jvm的 基本上我觉得垃圾回收机制跟java是一致的 我的意思是在拓进那种大型的那种应用的时候 它可能会扩展出垃圾 这时候肯定会怕那种垃圾回收机制 会把这个卡动力 因为你的垃圾肯定是永远超过长大型的 就是它在勾结上大型的 就是说那样的大型的 比如说而且是那种及时的想一想 就是那种要求实时性的 在这方面它是会有问题 或者说它就是说你没有了钱 用它就不相信 它如果是做那种零线的分布式 它确实没有可能 因为确实要比它要写的好 就是我的意思 但是如果想购建那种 其他那种网站是很大型的 我们目前有用Skala来构建一些web后端应用 然后没有发现它有特别明显的垃圾回收问题 或者说是把你内存或者什么承报的问题 所以我们并没有去特别关心它垃圾回收的问题 目前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个场景 我想各个语言是不是都会遇到一些垃圾回收问题 只不过我们平常开发的应用 达不到那个 达不到那个瓶颈 我最后想打一个广告就是 我们最近在招开始变成相关的开发人员 如果他有兴趣的话可以联系 OK 感谢 谢谢 谢谢大家